此话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远 这话表现出国人对国外事务都略有偏爱的一种心理 此话同样适用于国内汽车市场 很多人在买车时首要考虑的便是进口汽车 认为其质量绝对优于国产汽车 其次有调研机构联合相关媒体对进口车和国产车故障率 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 但调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此次调查主要选取了宝马奥迪奔驰的不同车型 对其进口车辆和合资车车辆的一系列维修保养数据做了分析 结果显示除合资奔驰车的故障率略高于进口奔驰车外 宝马和奥迪的数据均显示 其进口车与合资车的故障率基本持平 并且在放宽调查年限后 研究人员发现三到十年内 上述三种汽车进口车的故障率要比合资车更高 研究人员在分析维修保养费用时 发现虽然这三种车辆的故障率大致持平 但是其进口车辆的维修费用要远高于合资车辆 也就是说进口车主和合资车车主要跑次数相当的维修店 但进口车车主要花更多的钱 同时汽车技术专家单方面表示相较于进口车 合资车在各方面都进行了适应本国情况的调整 不过存在进口车不适应的情况 资深汽车节目主持人千里也肯定了上述调查 他表示希望广大车主认清真实情况 不要盲目崇拜 进口汽车和合资汽车质量差别不大 并且在买车时认准好质量 也不能一劳永逸 平时加强对汽车的检修保养 同样是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 经过这个调查我们认识到 不是外国东西就优于本民族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改变 国人的技术能力和责任心都在不断提升 合资车不一定就比金合车差